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睡梦中感觉腹部微痛 睁眼却见陆盼坐在床前 破开他的肚子 拿出肠胃清明 朱吃惊地说 你我无仇无怨为何杀我 陆小道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这些善男性女跟妙柱主持啊 都应该打进十八层地狱去 你们说是吧 凡人尽相近鬼神那都是自求多福 他们呀都是贪婪自私的 多明白啊 凡人如果无欲无求 干嘛还祈求鬼神庇佑他们呢 那咱们岂不是要断了香火了吗 那可不 司徒判官 属您的香火最鼎盛啊 哪里哪里啊 我的香火鼎盛 你们不也都受益吗 你就说昨天呢 我的向前的香炉都插满了香火 后来 不是把那香都插在你陆盼的香火上了吗 其实这个小破庙里头 大伙都挤在里头 还分什么你呀我呀的城市 依我看呢 那些个善男性女 就是进了咱们小破庙之后 随便拜拜 把香那么一插就走人了 那可不一定啊 这凡人进香拜鬼神 谁个糊涂 谁个公正 那可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绝对不会尽错香的 谁公正啊 谁糊涂啊 你刚才自个儿还说那些凡夫俗子 他们都是贪婪的自私的 他们分得清楚吗 你这话可不对啊 二位二位二位 别再争了 咱们还是在工堂上 好好准备准备吧 对的对 一伙儿啊 又来一批新鬼 还等到咱们去判了 是吧 那得好好做做功课 以免错判了 好多人呢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这里的神灵呢 是很灵验的 昨天晚上 那个闪电一来啊 把整个弄都给劈倒了 可是那些神像就是不倒 不要挤 怪不得相公 一定要来这里拜神了 娘子 我进去了 冲啊 像这样的地方呢 这读书人紧不过他们的 让我来吧 喂 娘子记住死图判呐 娘子加油 哇 人子好棒 哇 果然走 好像是 我不说 目指 和时 前面 豪 富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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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搞定 结果 结果 搞定 娘子凡事呢 这是干脆又利落 当然了 接下来有盏头的快就开 快就开 娘子 有盏头 我们去凑润呢好吗 不要看哪 写灵灵的 看完以后会做噩梦的 你怕什么 他们盏头的时候 你闭上眼睛不就行了吗 五陵人诸方 落草为寇 谋财害命 犯案累累 杀人无数 丧尽天良 盼斩首之行 以快人心 好 就要脸呢 益州人白永成 见财妄义 贪婪成性 贩卖假药 草奸人命 冤枉啊 我爹是被冤枉的 大胆刁兵 竟敢闹罚场 简直是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的是你们这些贪官 你们这些狗官 贪赃枉法 受了制药商曹正司的银两 冤枉我爹 你们必遭天前 贪官 莫大豪福 给我拿下 快 给我拿下 别动 走开 走开 我是来送别我爹的 自故以来父子子向天经地义 你们谁要敢阻止我们父子西边 有为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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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孩儿不孝 过要替赢救赋 孩儿因为没有真金白银 为这帮狗官 让你成为替司果 爹 把你害哭了 就是因为你们这帮狗官 害哭了黎明百姓 既然你们这么爱财 我就送一箩筐的名钱给你们 狗官 不能好死 拿去 不能好死 拿去 押走 快 拿去 给我拿下 快 押走 拿去 不能好死 拿去 拿去 你们这帮狗官 老天开眼呢 老天开眼 六月飞双啊 押走了 押走了 看来看 别乱说话 时辰已到 等了 不 они 这事听不开眼了 我会六月飞双吧 走 走 快站走 走吧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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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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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救命 武林人 朱方 谋财害命 杀人如麻 你罪该万死了 本判官叛你下地四层铁魔地狱 就是让你在那个铁魔地下 磨来磨去 把你磨成了粉 还永远疼还永不得超生 王三 你这个菜瓜贼 污辱妇孺 伤风败俗 本判官 盼你下到第九层获唐玉去 让他罗王游汤 广平人屠雄 杀父逆子 本官判你下地十二层地狱 铁具地狱 就是拿个大具 把你狙成两半的 两边都沉 永远疼而不得死 待一周人白永诚 判官大人 我冤枉 我冤枉啊 司徒伯 我看他这个白永诚 真的是有点冤死的 他就是一个愚笨吧 上了那个做假药的 曹振司的当 然后曹振司呢 又贿赂贪官 他就做了个替死鬼呢 白永诚 这人性本恶啊 他因为贪婪 以为小本大力 替人卖药 所以说 这个愚者智者 只要是他贪赃枉法 就会去作恶多端 就应该送到地狱 去让他守护 没那么严重 这人就是个草包 他愚笨 愚笨本身没有 有罪就得下地狱 下地狱 下地狱的简单 听我说一句好不好 咱们是不是到内市去商量商量去 咱们在这儿 当着这么多心鬼的面 咱们吵起来 多有是咱们判官的威严呢 对对对 对 走走走 今儿挺我的 这就对了 心平气和的 万事都好商量嘛 不是你今天这 旧事论事的白永诚 他天生就是草包嘛 他没有知识 所以他不会辨别善恶是非 因此遭到毒手 如果让他聪明点 他就不会有此下场 不一定了 事实就是事实 人性本恶 假如让白永诚变得聪明一点 他就会变得更恶 不不不不 司徒判的 如果让白永诚变得聪明点 他就不会上了那个造假要的 曹振司的当 也就不会去误害无辜 越聪明就越恶 什么叫误害无辜 所以我说司徒判 咱们俩要这样的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再吵个几百年 也吵不出个结果来 干脆 咱们俩就来打个赌 你看怎么样 怎么打赌 很容易 就是赌 让一个人由愚笨了之后 变聪明了 然后他是开始作恶呢 还是从今以后 就变成大好人了 就行善 帮助别人做好事 这个主意还不错 那咱们就赌定了 打赌就打赌 白永诚的鬼魂怎么办呢 这倒容易嘛 让他先暂时待在金沙池里头 等咱们俩的打赌 有了结论之后 再进行判决 怎么样扶手 好 就这么决定了吧 人都死了 还伸什么缘 就是因为人都死了 所以才要讨回一个清白 是 可是咱们不是写了状子 告到江苏巡抚那儿了吗 现在都被人家驳回了 你还有什么法宝 除非你 除非你上金告到玉前 只要我能够筹到鲁飞 就会告上金城 是 但你千万别忘了 咱们还是一介草民 就算上了京 咱也进不了宫 除非拦路告一状 只要还有一点希望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好 不愧是我王大海的婊子 婊叔我一定会 无限量地支持你 可惜婊叔 再也没钱借给你了 不说这些了 我跟常盛堂的小贵 还有一点交情 我看能不能 先问他这一副薄官 谢谢婊叔 这长辈帮助晚辈 是应该的 紫围姑娘 白少爷 白少爷 请节安顺便吧 不要太难过了 我也不太会说话 我是奉小姐之命 给你送来一封信 你们家有远房亲戚来 不就是那个表少爷 任远武将军了 夫人啊 整天将小姐陪着他转 难怪 小姐问你 明日有时 你能来张家的后院见面吗 当然的 那你先敲三下门 我给你开门 谢谢 白公子 快进来 老爷 师父 是白羊啊 我还以为有贼了呢 怎么 放到前门不进 要从后门进来呀 好了 前面大厅坐吧 你娘比我强多了 有你这儿子 给他脸上贴金啊 姨母 你这话可要折他的福啊 你娘够福厚了 白羊给张伯母请安 醒了 袁武啊 这个 就是白羊 姨父 白羊 这是小曼的表哥 任远武将军 人家三代 都是朝廷的大将 现在一门三英节 都在朝中任将军了 任将军 白公子 你好 袁武在军中身负重任 难得回来醒清 还特地抽空回来 看我们家小曼 对我们家小曼 可是真有心哪 袁武 坐 姨父请 坐 白羊啊 听说你去大道刑场 闹得是沸沸扬扬的 这可不大好啊 也不是什么闹 只是 我爹是被冤枉的 我一定要替我爹申冤 讨回一个公道 公道自在人心 那也是没有用的 公道是一定要讨的 不这样的话 那些堂官 就更加肆无忌惮 你爹的后事 办得怎么样了 安葬了没有啊 还没有 这可不行啊 百善孝闻先 你这个当儿子的 应该好好地连葬你父亲啊 这样吧 我这有五十两银子 你先拿去 好好地把你父亲给葬了 拿着 你想当不孝子吗 不要怀道 多谢师伯慷慨 日后一定援银奉还 也请二老放心 等我提点手玩笑 一定会尽早 迎娶小曼过门的 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 凭什么迎娶小曼表妹过门呢 说实话呀 我这女儿啊 也挺不中用的 她从小娇生惯养的 从来没吃过粗茶淡饭 也没穿过搓衣麻布 睡得是高床软疹 你看还体弱多病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就怕她一旦过了门 不能好好地为白家操劳家务 只会带来麻烦 雪上加霜 对呀 伯父 伯母 请你们放心 我白家一定会信守承诺 按照两家的婚约 允许小曼过门 此至不宜 日后也一定不会让小曼吃苦的 我相信你们张家 也一定是重信守诺的 小声告辞 下 下 明日尘时 清水河边一聚 小曼 白羊 白羊 你这半年受了很多苦 为了你爹的案子四处奔波 我看到你这个样子 心里真的很难受 可是我爹还是含冤而死 对不起啊 我爹娘 他们就是不让我跟你见面 所以我真的不能帮到什么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爹娘 还有 他们说的话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有倒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他们也是心疼你 为你好 不让你跟我这个穷光蛋吃苦 不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吃再多的苦 也都觉得心甘 我爹含冤而死 我打算要告上京城 为我爹申冤 不知道要耗时多久 我想 我会等 也需要一年 两年 甚至更久 这样对你很不公平 白羊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我爹小脉 今生今世 都认定了你们白家 生是你们的人 死是你们的鬼 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有人把我们分开 小脉 没有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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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放了我 我怨我了 我怨我 我怨我 东盘官 关于咱们俩打赌的事情 你那合适的人选 到底找到了没有 这个 这白永成可不能久留在这个金沙石中 万一要是阴望知道了 咱们没有判决 那你我的麻烦可就大了 不着急 我心里头倒是有一个人选 来来来 四肚饭四肚饭 你来看你来看 我就说这个人 你看你 我叫高尚德 高尚德 我就觉得这个高尚德挺合适的 我反对 为什么 这人天生就是个白侄儿 比一般愚蠢的人 太蠢顿了 蠢顿的根本不会生作恶之心 你就是把他变聪明了 也没法进行前后对比 更没法判断谁胜谁负 判官有灵 保佑我相公猪尔旦 能够早日高中状元 如果您念的话 您不一定会炸一锅 香喷喷的臭豆腐给你吃 保管你吃了之后 保那屁也是香的 我倒觉得这个妇人不错 何以见的 他莫不失丁 为人又粗野 倒是合适的人选 我反对 为什么 他这人虽然没念什么书 也够粗野的 但是他一看就是个精明人 他不是愚蠢人 既然你不同意 那就另外找合适的人选吧 那就改天再找吧 对不起啊 这第八千 你帮我解解看 好好好 你们要解签呢 走走走走走走走 好好好 对了对了 你们是想问什么 是要问自身还是问家宅 我想问 相公已经卧床三个多月了 我想问问他的病情 看他还能躺多久 我知道了 你们是要问病呢 夫人啊 福后 这个呢是一个终极签 这是那个桃渊明归家 朕有如盗岸传 行行 别说了 你就快点告诉我 他会不会死就是了 这依照签文上说的呢 您相公的病啊 会慢慢的好转 所以您不用担心啊 再加上夫人呢 您那么年轻 享福的日子 还长着呢 他病的气弱油丝 怎么会病好起来呢 喂 你会不会解签文 我会啊 我是依照书上这么解的嘛 让我看看 我明明求的第八签 是夏夏签 你怎么给我解说的是第十签呢 胡说八道千有岁别 喂 你不要死我的生财工具啊 骗子 你在这里骗钱的 我没骗人 我没骗人 娘子 救命啊 谁欺负我相公 切开我相公 娘子 你好厉害哦 你这个混蛋 骗子 不会解签还跑这儿来 来这儿骗钱 我求得夏夏签 也就是说 我相公会病死 你居然骗我说 我相公会变好起来 你这个天大雾雷劈的臭嘴巴 哼 你才是臭嘴巴 我相公一片好心 以为你听到自己相公伦斌会好 高兴还来不及 没想到却被你这扑腹骂 我知道了 你根本是想你相公遭颠死 然后分他的家产 然后再改嫁 像你这种人独如蛇仙 如果我是阎王的话 一定先勾你的舌头 再打下十八层地狱 你走 别冲 你走吧 走 娘子 娘子好厉害哦 当然了 幸亏我在这儿 要不然的话 你这生神仙就被死神仙了 喂 不是吧 你救我 喂 相公 反正你也没生意 不如帮我的忙吧 人家不要嘛 喂 不如这样啊 那就回家去念书 不要 贪子那么乱 我要去整理一下吧 那么好吧 一个时辰之后在大街间 记住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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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的好事 你呀 快出了呀 你的招配倒了 这人真是个吃屎喝尿的 又爱贪小便宜又愚笨 他就应该投胎去做个猪去 该打进地狱 应该做猪 进地狱 做猪 进地狱 你看 来 臭豆腐 谢谢 臭豆腐 有香又臭 谢谢 来来来 臭豆腐 有香又臭了 来来来来 臭豆腐 有香又臭了 小样 老叔 药铺开张了 我来看看有什么忙可以帮的 没什么要帮的 来 您先坐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我知道了 肯定是因为那个卖臭豆腐的 把生意全给挡了 我得找他算账去 表叔 算了 大家都是小本生意 都不容易 是啊 大家都不容易 你看这边多脏了 擦了半天都没擦干净 我替你把水换了啊 表叔 你是不是没有眼睛啊 你是不是想烧死啊 你过来啊 对不起 你贪子操作 店门口 人心来骂人 你要不要脸啊 你说我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的 你这要点卖假药害死的人 现在还想开店再害人哪 给脸不要脸 我爹是被冤枉的 我们白家世代行医 救死扶伤 我身为白家的后人 是不会卖假药的 请各位父老乡亲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证明给大家看 好好啊 娘子 算了吧 我们把摊子移过去一点点好了 我就摊在你的份上 放过你啊 好啊 我就看在你的份上 才放过你 谢谢 远武啊 你也太破费了吧 姨母别客气 婉芝只是奉双亲之命 可以姨母和表妹送点见面礼 只要二位喜欢就可以了 行吧 还不赶快谢谢表哥 谢谢表哥 不客气 姨母表妹 相信二位都走累了吧 要不这样 二位在这休息 我去把教父叫过来好吗 好好 好 娘 我想去对面的制人堂 打个招呼啊 他们家现在正在丧葬期间 你就不怕身上粘了一身晦气 我 你不怕我还怕呢 不许去 好香啊 你好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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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的臭豆腐还臭 那就说明你这个臭豆腐做的还不到家 还盖不住我这身上的香味 开玩笑 我猪客式的臭豆腐远近迟迷 你只要吃一口 老远会跑过来吃的 吃的 卖花的赞花香 哎 这样吧 我从我这身上啊 搓一点至尊香泥糕 我给你发酵这个豆腐 我保证你这臭豆腐能香飘万里 谢谢你了 不要了不要了 我什么也不要 你拿去吧 那我谢谢你了 我跟你说 这个 不要不要不要 你走吧走吧 走了 臭子 有人抢钱了 天主 把钱还给我买 小妹 快快 她把我的钱和手指都抢走了 别跑 站住 别去 有你表哥呢 哎呀 躺死我了 哎呀 躺死我了 哎呀 救命啊 快快快快 输了 人家俊 发生什么事啊 这几个毛贼当街抢金银 给我带回衙门力办 是 走 哎呀 还好我们逃得快 要不然的话 我们早就废游与烫烧了 对呀 信号已经没事了 没事了 疼死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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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长怎么样 伤到哪里了 哎呀 我的脚 哎呀 脚疼死我了 那油也没烫你脚啊 哎呀 我也没说那油浇到我脚上了嘛 那你还叫啥 那我走路走累了 我疼 怎么了 你们管得着吗 没关系没关系 盗长 信息我给你敷点药就好了 哦 哎呀 好了吗 怎么样 哎呦 哎呦 哎呀 你这个药还是蛮不错的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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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肚子饿了啊 你不介意我吃吧 不介意 哎 哎哎 兄弟 这我们家小杨早中三顿饭都在这呢 啊 没关系 道长比我饿 哎呀 你拿过来吧 你啊 我谢谢你这书生啊 咱们有缘再相会啊 哎 哎 道长 那 怎么不让我吃了 不是 这是您老好几天要服的药 哦 你拿好了 哈哈 谢谢书生了 再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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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杨 哎 小杨 哎 我觉得咱们这个店虽然重开了 但是我怕生意会一直不好 要不你把店给卖了 还能得不少银两呢 不行 这店是我们白家的主页 不可以卖 不是 可你寒窗苦读了这么多年 又考了秀才 你应该上京去考科举啊 踏上仕途才是对的嘛 对不对 京城我是一定要去的 不过不是去考科举 是替我爹身孕 这 小杨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你 你别太固执了 你就不怕 有一天 张家来找你退婚啊 香喷喷 臭死了 娘子 你怎么不把这个缸搬到那个后巷去 因为今天晚上吹的是那个逆风 逆风的话就不会把抽味吹到这个里头去 对不对 停 你不要忘记啊 全靠我自制的臭豆腐赚这么多钱 你才能这么专心的读书啊相公 对呀 少姑说的对呀 你以后少管媳妇的事 快 回屋里读书去 走 我要考考你了 走走走走走 努力努力 我今天就考你对联 抬头推开 窗前月 这还不简单 这还不简单 低头死故乡 谢谢 简直是狗屁不通啊 连字数都不一样 你看你是怎么对的对联啊 低头死故乡 是五个字 抬头推开窗前月 是七个字 啊 爹爹我知道了 是少了两个字 低头抓法死故乡 谢谢 人家都有七窍 我看你啊 只有六窍 哎呀爹爹 人家有七窍 我有六窍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但你是一窍不通啊 唉 这样吧 以荷花为题 你做一首七眼律师 荷花 什么是七眼律师啊 我说你是个草包啊你 唉 阿丹啊 爹不求你考个什么 你只要考一个笑脸回来 跟爹平了头 哎 我都笑诛颜开了呀 不过爹爹 你不是说你一定要考上那个几人 考到一百岁也要考到的吗 考你个头啊 我们两个人每天都这样的相对 我虎狠座被你给气死了我 你别忘了 等你那天高中了 你就到爹的坟头 来治个店 嗨老爷老爷 不要生气 先喝碗汤水瑞瑞 慢慢教 慢慢教啊 哎呀 这不是办法啊 对 我听闻啊 有一个状元文社 对 那里有一个很到家的红秀才 在那里教学生们考取状元的窍门 我看啊 你还不如啊 就到那里去学一学呢 好 好 好 你没听说过吗 那里的学费那么那么高 我们哪有钱 这倒是个难题 好 不难 一切包在我身上 没问题 少容 那就拜托你了 好好好 相公 这么早睡不读书了吗 干什么 偷懒的 不是了 人家累了吗 明天再练吧 哇 只读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说累了 有没有搞错 娘子啊 你也累了吧 去家喽 爹 我已经写了一首 荷花诗 我 不要啊 不要割死我爹爹 不要 他的阳寿一尽 我是来勾他的混蛋 什么事 就是 爹爹 老爷 你怎么了 爹爹 老爷 我的肚子好像火烧 刀具虫咬似的 原来我刚才做的那个梦是真的 爹爹 我们去看大夫 我们走 等等 我上个茅厕 你又要干吗 你又要干吗 又要干吗 你又要干吗 而且他还干吗 我做了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小子 一点筋都没有 娘子 你赶快睡觉吧 睡觉做梦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精英省事了 乖 这个都行 怎么这个地方阴森森的 不知道那个项链还在不在 姑娘 不 陆派爷 麻烦你小弟看管这些金银财宝 谢了 这畜生竟然敢把偷来的赃物藏在我判官脚底下还让我帮他看着你看我怎么教训他去 且慢 陆派 咱们是明府的官 只能管着阴间明府的事 凡人生事作恶 乃应该交由人间的官府来惩办 只有等他死了以后才交由咱们明府来审判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是好学生 那好吧 等他死了之后我再好好跟他算这笔账 真欺负神 任公子 这个混账东西 斯文的败类 原来他常常偷偷地跟咱们小曼私会 真是太无耻了 太伤风败俗了 这如果传出去 我们张家的野面往哪放啊 这是岂有自理 我得跟他理论去 我得跟他退婚 义账 小不忍则乱大谋 您现在去跟姓白的理论 他肯定不会退婚的 倒不如将棘就棘 不动声色 让他跟表妹见面更好 几天不见 你又瘦了 你才瘦了呢 是不是志人堂的生意忙的 有什么好忙的 都没什么事 别着急嘛 慢慢努力 倒是拿为你了 每次都让你偷偷地跑出来 你爹娘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责罚你的 我才不管呢 我在家 那个表哥整天围着我 讨厌死我 他不是知道你定亲了吗 还打什么主意呀 我才不管他打什么主意呢 反正啊 任何事情 都不能把我们两个分开 对了 我得跟你筹足路费 上京为我爹申冤了 其实路费我可以 不要了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那你千万不要把志人堂押出去啊 那可是你的祖业啊 不会的 其实 你别这么固执啊 让我帮帮你吧 不用 我自己一定会想办法的 用了你的钱 我反而就更不安心了 我们还是忍耐一下 不然 你爹娘会为难的 所谓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岂在昭昭暮 嘿 你们干的好事啊 白眼 你这个伤风败族 不守礼节的伪君子 你读的是圣贤书啊 你简直是犹辱天下的读书人啊你 张世伯 小曼是我的未婚妻子 我们发乎情只乎理 绝对没有做出那种事情 你住口 魏国门就不是你们白家的人 你这衣冠起的事 白眼 我真的认识是一个事 我没想到你 我下定的原因 我不爱她 你不爱她 我去点伤 我来死你 你住口 你脅滚我了 我来到你